嘉明村的高压电台离住家很近 民国100年开始 嘉明村民就开始要求台电新旧高压电台 可以移到高山里头 不要影响到民众的生活品质 嘉明村长有唤卿表示说 近日也会邀请立委孔文吉办公室 召开专案会议和台电来沟通 表达村民反对的立场 台电从100年11月17号 暂缓高压电台之间延线的施工 已经迈入第10个年头了 国产当中虽然扮演了多场次的大型寿命会 村民们诉求就是把高压电台拆除 远离村民们的生活领域 嘉明村长有唤卿表示 上任村长5年当中 高压电台议题可以说是村民们最关心的议题 确实会影响到大家的生活品质 上个月也向立委孔文吉曾经反映 近日将召开专案会议 针对村民们的心声提出诉求 从100年11月17号开始以后 台电正式的 就是它现阶段的工程 停止了 没有做了 因为我们村民 多数人反对 这个台电将这个高电塔 放在我们村庄里面 我们村庄里面 两公里的境内 有17座新旧的高电塔 所以我们这个生物品质 或者说我们这个村庄的原乡风貌 利益盎然的环境 被这个台电的高压电塔破坏 我们看看那个嘉珍地区 嘉珍地区因为空军基地 所以它把高压电塔放在身上 那我们这边为什么不能放在身上 我们这边也可以放在身上 对不对 所以高电塔这几年说 研议其他的行动方案 可是到现在没有下违 所以这个延宕到今 这个并不是我们村庄 或是世人所能够乐见的 我们希望台电能够拿出诚意 花一点钱 将高压电塔移到身上去 这个我当村庄五年 一直觉得应该做对的事情 只要对村庄村民福利福祉 未来的发展 村庄的各种原住民部落的风貌 我应该做的嘛 择五旁贷 当然我的立场非常清楚 从一开始到现在都是一样 都是希望台电加高压电塔一到三区 嘉珍地区有欢心表示 高压电塔一到三区 就不用测辐射时 也不会影响到村民们的健康 希望台电花一点钱 将电塔移到三区里 村民们今次也会开始进行 联署坚决自己的立场 也希望台电能够尊重民意 还给大家一处安全的家园 记得就用意 休想报道